好 镜头要转回到国内 就要来看到是行政院加码 补助的一万元扩大极难纾困金 连日来乱向平传 包括在屏东有位家庭主妇 拿着一本没有现件存折 前往公所来申请 不过公所人员当时登陆了 财税系统之后才发现 原来这一名富人的先生 刚花了九百万元买了一块地 而他的小孩也在警戒任职 当场被打回票 在那里 自从行政院四号宣布加码纾困 一万元已经过了一个多礼拜 公所人员依旧忙不停 申请人潮络绎不绝 屏东潮州政公所统计 申请民众大约只有两成符合条件 其中还有人刚花九百万买土地 也跟着来申请纾困 那个财产收入去逆推 逆推回去 逆推回去 就是说他的资产 就是说他拥有财产可能 大概在九百万左右 那在言谈之中 大概就是跟他谈了一下 你有资产 鏡頭转到南投 一早就有农民拿存折到农会刷布 看到一万元补助款入账 农民乐不可知 针对有农保且具有农会户头的农民 十二号行政院发放首波纾困金 包括台南高雄南投花东嘉义市等地 有超过三十九万八千多位农民都能领到 本来预期是礼拜五 挺早到礼拜二 大家这个有一个很意外的见解 而新北市十一号收到退回的九千多份申请书 再加上每天新增的以及待审核的文件 也全都得由第一线公所人员加班处理 侯友宜表示 秦义委和卫衣服部长 陈时中通过电话沟通没有问题 目前重心就是全力帮民众解决 纾困申请 而交通部查出包括公路总局和观光局 都有民众重复申请 共有六百零五件 强调一定会追回乙和播出的款项 五百七十三万元 记者综合报道